大地内响起密集的车班广播 周末午后人潮熙来攘往 热热闹闹到处可见游客 考着行李箱和长行雪具的独特景象 这个车站其实是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算蛮有名的车站 因为周围一堆滑雪场 全部都要从这个车站出去 月后汤泽作为日本最有名的 滑雪胜地之一 每到冬天涌入了来自 全球各地的滑雪客 盛况空前 大部分都试达新干线到这个车站 在转达接驳车进入雪场 承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人气窜出天机 火爆程度一点不输大型车站 新系要买了伴手无礼的第一名 滑雪达人周天明 每次来滑雪都会顺便逛逛 站内卖场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在地特产 新系好山好水 出产一流的月光米制成香脆可口的米果 加上雪山上融化的优质血水 酿出来的清酒在日本清酒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连店内销售第一的巧克力布朗尼也有浓浓酒香 不同种类品牌的清酒摆满了整个柜台 相当壮观 简直让人无从选择 投下硬币按下按钮就是一杯浓郁滋味 这间清酒博物馆贩售了新系线 九十几间酒厂生产 多达上百种的清酒 装在一格格的自动贩卖机里 这满满一面墙全是酒 花五百块日币月台币一百零五块 换来五个代币最多能任选五杯 这就比较辣 白鸟就是比较辣 前面两个都还蛮顺的 不会那么新口 它都有标这些是几个新 它的程度是怎么样 爬树什么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 学你想要什么样的酒 小小一间店酒香四溢 人手一杯气氛开翻 不少人划完雪特地来品尝好酒 相当享受 我去乘搭乘客 新潟的酒很美味 十几个酒 可以买吗 可以买吗 我可以买到东京 我可以买到东京 可以买到各种类型 非常容易 墙上列出了最受欢迎的 前十名供民众参考 如果想温酒 可以用勺子将酒杯放入热水里浸泡 马上热乎乎 架上还有几十种不同口味的盐 可去除口中味道 饮出酒的甘甜香气 白根清脆的冰镇小黄瓜 斩点味增作为开胃下酒菜 车站内还有一间加了日本酒的温泉 可以泡汤 也可以买酒回去加热水自制酒温泉 肚子饿了品尝分量超大的爆蛋饭团 使用Q弹美味的南鱼 找月光米制作 中间加入的鲑鱼明太子 火梅子猪肉等自选配料 包上薄脆的海苔 这颗比手还大 甚至和脸差不多 分量的鱼两碗饭 一口咬下拉满屁 去年来吃了鱼肉的鱼肉 这鱼肉 对 今天要吃鱼肉的鱼肉 今天要带着鱼肉 这鱼肉吃了 这鱼肉 这鱼肉就要吃了 美味 我吃了 我吃了鱼肉 你吃了这鱼肉 美味 漂亮 这鱼肉 好吃 好吃 而且可是很大 现在 滑雪泉吃一個 這個應該熱量還滿夠的 我們每次來的時候 心幹線的車 車票買了 時間不見得搭得上 這邊有時候等到30分鐘 就會在這邊買些東西吃 這一整排攤位 賣的是小吃燒烤或拉麵 通通現煮現烤 食物香氣飄散 讓人口水直流 烤麻糬塗上醬汁 包上海苔 結合軟糯香脆 滋味鹹甜 那個麻糬是甜的 所以它外面是鹹的 OK 它們哪有這個 好吃 加入麴製作的冰淇淋 格外香濃 配上抹茶粉 紅豆泥和小湯圓一起吃 有多層次的甜蜜口感 許多店家為了服務滑雪客 店外放置了一格格架子 可以放置雪具相當貼心 整個日本有滑雪線 東京啊 像我從東京那個 上野車站轉新幹線過來 那邊餐廳門口 它就讓你放雪具 因為一堆 因為來這邊都是 大部分從上野 Veno那一站 做新幹線過來 那邊附近就一堆 你就背著雪具 就準備要過來 所以那附近的餐廳 就開始有放 滑雪已經像他們的 已經是他們根深蒂固的 文化之一了 酒族飯堡出了車站 前方就有一個免費的公共煮湯 熱呼呼的泉水 在寒冬裡冒著煙 減性泉水能美容肌膚 舒解疲勞 我覺得很舒服 一刻特地找來 一下子全身就暖了起來 坐著聊天看風景 在熱鬧的街道上 有片刻平靜 一趟車站之旅 品嘗所有在地好滋味 樂趣無窮